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說一個故事 就是兩個科網的大佬打架 一個是做手機的華為 另一個是做通訊軟件平台的騰訊 兩個在那裡打架 爭拗是什麼呢?爭拗就是很簡單 都是為錢為利,分裝不運 因為華為在它的手機市場,尤其是在內地 差不多有三、四成的市場佔有率 內地很有趣,有一個叫做市集 內地就不是用Google 它通常在自己的手機裡面 就自己建立了一個市集 華為有華為的市集 小米有小米的市集 Oppo有Oppo的市集 那怎樣呢?因為那些,譬如你裝一些程式 通常就要是通過那個市集 就是去裝那個程式 那如果你通過那個程式 譬如裝一款遊戲的時候 你就要分成給它 那很簡單 騰訊最多人收入的其中一個板塊 就是講遊戲 那你開發一些遊戲 或者是代理一些手機的遊戲 然後呢 如果你那個裝的程式 是通過華為的市集 來去裝的時候 按據以前的賊賬 你要分一半的收入 就給了華為 那對於它來說 它就說 覺得好像不是這麼公道 因為我這麼辛苦 開發了軟件 你抽了我一半水 那其他的市集 就是好像小米 或者是 Oppo那些 講的是抽三成水 就算是蘋果 都是抽三成水 那它去收五成水的時候 它就覺得 不服氣 那它就 它就 曾經試過 就是把所有的遊戲機 就下架 那就是 歷史 就是十九個小時 那 後來很短時間 又 商量了 那 我想 大家兩個巨頭 正常 因為 講的是哪一個 是更加有 那個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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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叫價的能力 那如果市場佔有率 不是高的 你沒有可能要求 可以有到五成的分成 如果你根本是 只有幾個百分之 市場佔有率 或者是剛剛新開始的 你反過來 然後補貼都做不及 因為你想踩旺自己的場 這個就是 你那個 企業的 那個實力的問題 那 騰訊有它的實力 也都看得到 華為 因為已經開始 逐步 放棄它那個 手機的市場 那所以才可以 跟它 討價還價 那這個是 互聯網裡面 應該會 它接下來 會出現得 會越來越多 因為收緊 反壟斷 還有 可能未必有 那麼多新的市場 那反過來 就打回 現有人的主意 就說 你不應該收我那麼多 那個提成這樣 那這些之前 都試過 以前阿里巴巴 和做順風 也都試過一次 我也都拍過一集 講過 就是 塞料和順風 在那個 物流市場裡面 有競爭 因為 這些很容易會出現 因為 尤其是 最大型的巨企 最最後 差不多是 什麼行業都會沾染 本來先頭是不沾染的時候 後來 變成競爭對手的時候 一定會出現一些磨擦 以及一些官司 會出現 今天想說 華為和騰訊的博弈 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